那搬移的方式,當然我剛剛提過就是你可以看怎麼去排序 那當然我們就是如果是I減 根據清單的話,如果是I減E的話是從左邊夾E柄到HIGH 那如果是等於E的話呢,那它就剛好顛倒過來 所以你把它再執行,就顛倒過來,順序顛倒 我剛剛講,那如果你要再把它改回來,就是這邊I減E OK,那這個有時候同學比較容易卡住啦,應該知道這個意思吧 I的話其實就是,因為我移動到第幾個 所以這個前面的這個X只用名稱,後面這個SHITS是用第幾個 所以SHITS的位置,它基本上你要去抓哪一個工作表的表示方法有兩種 一個是用名稱,你可以假扳前後算以後 或者是第幾個,如果它是放在最後一個13,那你就是SHITS刮虎13 OK,兩種方式去表示哪一個工作表 不過呢,如果你那個位置會變來變去的話 盡量還是不要用第13個 不然的話,你假扳如果換一個位置,你就抓錯資料了 OK,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用陣列 這個當然,我是覺得啦,如果你實在一下腦筋還轉不過來,你陣列可以當參考 那不過未來,你如果不是不一定是VBA,如果你在其他的城市園,也一定會用到陣列 那這個陣列呢,如果你轉不過來的話,將來你要暫時放一些比如說一個類似清單的資料,那就會有問題了 因為變數呢,一般只能放一個資料 可是如果像這邊你有13個資料,你不可能宣告13個變數 所以通常會把這13個資料宣告一個陣列,讓這13個資料存放 OK,所以陣列有的時候還是會跟什麼,跟像Excel,跟資料庫做串連 比如說網路上抓的資料,一個表格嘛,那一般還是會先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那一般的陣列有,像這個是所謂的一維陣列 另外還有所謂的二維 所謂的二維陣列,基本上就是,這樣,縱向的是一維 那如果你的橫向,有沒有,有列又有藍的話,那這個就二維的 OK,所以其實呢,Sales,基本上有沒有,這個Sales刮五後面這個啦 其實,基本講起來Sales,其實它應該也算是有點二維陣列的味道 有沒有,前面這個數字的話,是決定列 後面這個數字是決定藍,那這個一般,在陣列的觀念就是二維的陣列 不過很多人,光想到那個陣列就頭痛了,更不要說是二維陣列 所以有時候反而在Excel裡面,我乾脆直接把資料放在Excel裡面來處理 看得到嘛,至少比較具體 如果你看不到,你把它放在記憶體裡面處理,頭會很痛 OK,像我以前教Java的時候,我教二維陣列,很多同學都聽不懂 一直跑來問,一直問 後來我乾脆說,你乾脆看Excel好了 Excel裡面就是二維陣列嘛,對不對 所以資料庫的資料當然它要怎麼倒到一個地方 你要能夠暫時存放 那如果放Excel你看得到 可是你放二維陣列裡面看不到 可是它的概念是相似的,OK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我剛剛講的 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這13個導師 每個人都能夠收到個別的檔案 所以我們現在會有13個工作表 我希望它能夠自動一鍵完成什麼呢 我在桌面上 建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叫VBA 但你未來你不一定叫這個 我只是我們等一下上課demo的結果 我希望把什麼呢 13個工作表一鍵完成 自動幫我存到裡面 變成13個Excel檔案 就是指的是什麼 就是把一個工作部 就是工作部的分割 本來一個工作部 變成13個工作部 OK 那這13個工作部其實就是13個工作表 變出來的 那以往你要怎麼做呢 以前可能你要自己要慢慢存 如果說你懂得用那個 我們的以前怎麼做 以前先假班 按右鍵 然後什麼 移動或複製對不對 然後你要什麼 先新一個活業部 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按確定 它就新一個活業部了 有沒有 然後你把令存新檔 存在哪裡呢 存在桌面上的VBA那個資料夾 那名稱呢 叫假班 按存檔 一個完成 那第二個怎麼做呢 第二個再繼續 繼續玩 這個就把它關掉了 第二個的話呢 繼續 再來 以班 再一次 那你可能要做很久 那如果我希望一鍵完成 我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一鍵完成 一 我 不過那個假班 你會發現 假班消失了 所以剛剛應該是 那個移動或複製的時候 要記得要建立副本 剛剛忘了打勾 它就跳出去就不見了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怎麼把假班 再叫出來 乾脆這樣 先拖拉一下 把這邊先拿以班的 反正這個只是一個 一個demo 所以這邊 這個把它改回來 改回假班 好 那假設 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一鍵完成 我先demo 給各位看一個結果好了 如果我這邊有13個工作表 那我希望一次就完成 並且放在哪裡呢 自動把它放在VBA裡面的話 我先demo給各位看 就是第三段程式 批次將工作表轉為工作部 底線一個名稱 名稱指的是 我的名稱來源 是從每個工作表自動的名稱 它工作表名稱自動變工作部 那其實程式並不長 大概一個回圈嘛 FO回圈 裡面放大概四場程式 最後再切回第一個工作表 試一次給各位看 執行 有沒有 他就是做我剛剛做的事情 一直在閃爍 那這個動作其實是我剛剛做的 只是說我剛剛做的 要做13次 現在按一下全部完成了 有沒有看到 13個班級 好 那再來的話 等一下第二段程式 就是 我們如果說 又有新的更新了 所以我需要怎麼樣 把舊的刪掉 所以舊的怎麼刪掉呢 告訴他說 我的路徑在哪裡 然後呢 幫我用do file do file就是 一直刪除 刪到沒有為止 OK 我們把它看一下 直接執行 有沒有 全部不見了 所以待會 主要是講這兩個 一 如何 批次的幫你把 所有工作表變工作部 第一個 第二個 如何 批次的自動全部把它刪光光 OK 好 這樣子應該沒問題吧 那怎麼做 第一個 一樣 我們在這邊呢 先插入一個 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我這個名稱叫 批次將工作表轉為工作部 那為什麼叫名稱 因為我另外有個叫用清單的方式 不過我覺得那個方式可能沒有用這個好 那我怎麼樣 可以把所有的工作表變成這個工作部呢 特別注意你可能要知道幾個概念 一 可能要怎麼樣可以複製 但是複製特別注意 一樣 你如果不太確定那個功能的話 你可以用即時運算式 我們剛剛不是有Move對不對 那其實在 在那個 VBA裡面 其實也有 Shits 我們剛剛是點Move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地方也可以點什麼 點Copy OK 那Copy的話呢 它有幾種做法 一個是什麼 你要Copy到哪裡 比如說我希望把假班 Copy到 最後一個的後面好了 所以你這邊可以什麼 After也可以 剛剛是那個Before 你可以把它改成After 冒號等於 最後一個 Shits 刮鬍 最後一個是什麼 其實你可以打13 不過另外一個方法 Shits 前面有講過蠻多 點什麼 點Count 點Count 就抓到最後面一個 就剛好13 那意思就是幫我Call一個假班 放在最後面一個 如果你這邊按Enter會怎麼樣 看一下喔 Enter 有沒有發現 假班 自動複製 那如果呢 你有名稱的話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它變刮鬍2 OK 如果還有一個喔 它其實還蠻好 它不會產生錯誤 它會變成3 自動幫你怎麼樣 加個刮鬍機 OK 那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還記得吧 反正就把它點Copy 點Delete 成嘛對不對 OK 那可是問題 我們現在不是要複製 工作表到旁邊 我們是要複製一個工作表 變什麼呢 變成一個工作部 那如果你變一個工作部的話 我先把這些刪 其實喔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工作部的話 記得喔 後面這些參數有沒有 可以把它刪掉 如果你是直接怎麼樣 假班點Copy的話 Enter 特別是喔 點Copy的話呢 這一行的敘述意思就是說 它會自動幫你把假班 複製一個空白的活躍部 就是工作部 OK 所以我Enter給各位看喔 它會Enter喔 有沒有發現 假班出現了 而且它會變活躍部54 那原來的東西在不在 原來的東西還在 它其實只是怎麼樣 另外幫你彈出一個 等於是一個副本 所以有點像我剛剛做什麼 我剛剛是漏掉那個動作啦 就是按右鍵 移動或複製有沒有 這邊是打勾 然後把那個假班怎麼樣 在這邊改這樣子 OK 所以基本上喔 剛剛那個動作喔 Shit假班點Copy 實際上呢 在Excel裡面的動作就是這樣子 移動或複製 新一個工作表 建立副本 其實當然你也可以用錄製劇 錄製劇就一行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們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現在 正在前面的 因為它點Copy 它會彈出來 在最前面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指定這個工作表的話 那其實喔 這個工作部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Active 前面我們不是有一個叫什麼 Active對不對 Active Workbook 那只會有一個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work book 就是指的是什麼呢 目前正在活躍的這一個 指的就是它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名稱 因為它可能活躍部 現在是54 可能下一個就55 56 名稱也許都不是固定的 那所以我要叫它的話 我就叫Active 我不可 但不加S 因為只會一個 點什麼呢 把目前這一個喔 幫我做什麼呢 Save as OK Save as意思是說什麼 幫我另存新檔 OK 所以呢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利用另存新檔 其實就這一行 我們直接來看 可是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Save Copy as跟Save as 那這兩種其實都可以 那到底差異性在哪裡呢 基本上 SaveCopy as 是另外幫我存一個 那原來這個東西 因為SaveCopy as 變成有兩個了 你Copy了一個 比如說我SaveCopy as 然後我的名稱怎麼樣 就把它叫這個名稱 那如果你是Save as 就另存 原來的就不會 就不會 就是不會多產生一個啦 那兩個方法哪一個比較好呢 我試過其實 差異性不大 也許等一下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說你將來 如果你是用SaveCopy as的話 那你把它Close掉的話 這個地方後面請你加一個False False意思是說 原來我因為我複製了另外一個 原來那個就不要存檔了 否則的話會多一個喔 這不知道各位 你們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喔 基本上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試一下 把它用那個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 大概 需要知道的 一回圈 For i 等於第一個工作表到最後的工作表 一個NAS 那先取得什麼呢 第一個的名稱 比如說我今天喔 第一個 那基本上第一個是HIGH班 所以先把HIGH班的名稱先放X 然後把這個Copy一下 Copy它就彈出嘛 然後呢把它SaveCopy as 把這個名稱改成 特別注意喔 那後面這裡特別注意就是它的HIGH班 名稱我要跟什麼呢 跟我的路徑串接 那因為我的這個 在桌面上有一個VBA的資料夾 那特別注意喔 請你注意一下按右鍵喔 把這個資料夾打開之後 上面的資料夾路徑按右鍵編輯路徑一下 因為喔 我貼到雲端上面的不見得跟你們的一樣喔 所以喔 可能你要自己再按右鍵喔 把它複製一下 那記得貼在哪裡呢 貼到這個路徑有沒有 Copy到後面這個路徑 貼上 注意一下喔 後面這邊要多一個斜線喔 這個斜線指的是根目錄喔 少這個會出錯喔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根目錄 它不會放資料夾裡面 會放在資料夾外面 然後就HIGH班 點副檔名要加 這個副檔名如果不加的話 那將來它這個儀式檔案也不會是正常的 OK 那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喔 1 我們先抓到那個什麼呢 第一個 那第一個的話呢 在這邊是指的是HIGH班 所以把HIGH班先名稱抓到 然後把HIGH班做什麼呢 Copy一下 所以它彈出來叫工作表55 HIGH班 那我把它另存到哪裡呢 到桌面上 所以呢 我把它Save Copy as 好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已經把那個檔案怎麼樣 存在哪裡呢 存在HIGH班了 所以這個現在的回覆55 因為我是Save Copy as 指的是什麼呢 我把這個HIGH班是Copy過去的 那它原來的這個還在啊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你把它Close掉 但是Close的時候呢 記得喔 後面記得還要再加一個 敘述叫Force 這個Force指的是什麼 這個 活躍55 不要存檔 就關掉就好了 欸 這樣子喔 是一種方法 另外其實你也可以試試看 用Save as Save as 這個可能就要改為True喔 因為Save as 如果你沒有True的話 就不會存檔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大概會這樣 然後Close掉了 欸它關掉了有沒有 它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那就抓到誰呢 抓到下一個是承班 那把承班怎麼樣 一樣 幫我存過去 它現在是工作表 啊 活躍55嘛 然後承班過來 過來了 OK 然後把這個關掉 好 因此類推 Close掉 好 換下一個 所以這樣直接執行 它會一直跑 但是將來喔 如果你希望呢 不要一直閃爍的話 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那個Screen Updating 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講的這一段程式喔 是在雲端上面的這邊 這一段喔 上面當然還有一段 上面是自己去抓什麼 抓那個假班的那個清單 不過我覺得這個方式可能沒有底下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直接看這個 待會再來看如何刪除 可以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剛剛注意最重要的其實就了解那個 訊軸物件裡面的Copy Copy特別注意喔 如果後面有 Before或After 它就是幫你複製一個工作表 但是如果沒有Before或沒有After 意思就是怎麼樣 新一個活躍部了喔 它自動幫你複製成一個 活躍部 那你當然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選擇要 存檔 存在哪裡 你跟它講一下 這裡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試一下